张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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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了 张阿姨 你在哪儿啊 张阿姨 我想你了 快快快快快快 把门关了 我跟你说 别把门关断 快走快走 还不及上门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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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真灭绝尸 他一边跑哪儿就玩去 这些是张琪啊 余鹏月 这回 这回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张阿姨 在我说之前 您先别激动 我来解释一下 在我解释之前呢 我先跟您说一下 我不听你解释 我只认租客守则 阿姨 是我做错了 我今天就去收拾东西 我马上就搬走 搬什么搬走 张阿姨 租客守则里 显不允许外人留宿 这位是谁 这我同学 我兄弟 他也不是外人 谁说不是外人 除了租房者之外 只要是人 他就是外人 张阿姨 我兄弟有难处 就过来留宿几天 这不也没影响到外人吗 那也不行 多住一个人 就是违反租客守则 违反租客守则 绝不允许 查一 我这是特殊情况 您就通融一会儿 就这一次 一会儿也不行 于彭月 你严重地违反了租客守则 按照规矩 扣除你剩余的全部押金 别 还有 给我写一份 不少于一千字的检讨书 月底之前给我缩上来 你见过没 见过没 你见过没 你见过没 不是 张阿姨我没听错嘛 张阿姨 咱俩只是租客与房东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都太不讲道理了 在我家 我就是道理 住在这儿 就必须守这儿的规矩 您这规矩太没人性了 什么 他说我没人性 没人性 你喜欢安静 这我都理解 可有你把分贝仪 挂在楼道上面的吗 连所有我邻居打个阁放屁 都得小心翼翼 谁家不是把热水器跳得高高的 就你把热水器跳到三十八度 我到了冬天洗澡还没洗完呢 人都快都成冰棍了 还有 你不让我们吃榴莲 不让我们吃大蒜 不让我们吃抽豆腐也就算了 连人家炒个菜 放多少瓣蒜 放多少个大葱 放几个辣椒你都管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啊 你说你有没有人性啊 搞清楚 这是我的房子 我想怎么租就怎么租 你管不着 租客手则上写得清清楚楚 不愿意住 你可以不租啊 想在这儿住 你就给我守这儿的规矩 Hopkins 在这儿住